我們每次去參加 每次去參加 一個星期一次 一個月四次 慈濟志工用心的為一群孤老無依 及家庭貧困的長者 給予無限寬大的關懷 照顧長者的健康 特別安排的 每個星期日早上 我們有安排物理治療師來 特別的跟他們做物理治療 大概有 一個月有四次 有四次 所以我們已經聯繫做了兩個月了 然後慢慢看到有一些精彩 不過還是要繼續的做下去 物理治療師王美璇 愛的關懷與長者互動 彼此之間建立了感情 就如同家人一樣 輔導長者學習自立和運動 其實我接到這邊老人院的個案 已經是 我已經來了 一個月 四個星期 大致上 從一開始 他們不能自己做運動 到別人教導他們 他們已經開始 可以幫幫自己學習 自己做他們各自的運動 然後從從也可以看到 他們已經有開始 學習自立 所以爸爸們已經有進步了很多 志工們一路陪伴 守護長者的健康 帶來近私資料和物理治療師 都是在提升及維持長者們的健康要素 發覺到他們好像缺少營養 所以我們就 申請那個 我們實際的進食產品 他們的補助 我來講今天 因為我們每個月的 routine 每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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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來講 我來講 要改善 更多 大海新聞馬來西亞 莊慈林採訪報導 大海新聞馬來西亞 莊慈林採訪報導 大海新聞馬來講